6. 台灣新生報 台股成交量縮 爆出酒潮勸商工會預降證交稅 2015年7月27日金融14 記者劉小玲台北報導 台股成交量不斷萎縮 股市大戶與忠實戶爆出酒潮 勸商工會出面呼籲 希望將證交稅從目前的千分之三降至千分之1.5 並修改所得稅法 命定個人買賣股票切算證所稅為買方貨徵千分之1.5 採分離貨稅 周圓扣繳 李市長簡洪文表示 國內資本市場低迷 以衝擊發行市場的集資功能 財政報復徵證所稅 是傷害股票市場的最大元凶 簡洪文表示 台股上市貴成交量合計近千億元 如果再扣除發行6股 的龐大成交量 實際在台股的交量更是萎縮得可憐 勸商工會指出 台灣證券市場近十年來出現嚴重衰退的警訊 國人對外證券投資已經流出了3400億美元 最近兩年台灣資金每年更是以469億美元的速度流出 再這樣下去 台灣股市將面臨資金枯竭 另外 目前政府對股市投資人抽取不合理的稅 可說剝了六層皮 包括0.3%的證交稅 股理所得稅拼入綜合所得課稅最高45% 股理所得可扣底稅額減半 2%股理所得補充建保費 對IPO及輕貴交易等四類投資人核實貨證證所稅 還有自十七年起增加對大活節算所得0.1%的證所稅 另外 目前正討論要對股理所得再扣0.4%的長照保險費 簡洪文呼籲 現行千分之三證交稅而隱含證所稅 因此應修訂證券交易稅條例 將證交稅徵收稅裏從現行的千分之三 調降為千分之1.5% 並同時修訂所得稅法 明定個人買賣股票 應撤算繳納證券交易所得稅為賣出價金的千分之1.5% 採分離貨稅 奏元扣繳 年終不再結算申報 如此一來 跟現行繳交千分之三結論相同 但也把證所稅納入 希望政府能從善如流 簡洪文說 只要政府變相廢除證所稅 以台股資金豐沛的實力 日成交量絕對有機會上漢二千億元